看完视频不迷路,意大利黑色星期五来了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除了每年夏季和冬季近一个月的大促销 黑色星期五是生活在欧洲的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购物折扣剂 因为往往它的折扣会更低,并且样式更新 欧洲人往往喜爱在这个时候为亲朋好友准备圣诞礼物 他也标志着圣诞购物季的开始 在今年,黑色星期五是11月24日至26日 在周五、周六、周日的连续三天中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进行盛大的折扣活动 毫无疑问,这就是一年之中最划算的时刻 很多品牌的独立网站也会有线上的折扣 时间会从黑色星期五前一周开始 也就是11月17日至23日 在黑色星期五的这个周末过后 还有11月27日网络星期一 也是电商的在线促销日 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将从11月17日一直持续到27日结束 总结如下 11月17日至23日,品牌独立网站在线促销开始 11月24日至26日,黑色星期五 11月27日,网络星期一 11月17日至27日,亚马逊黑色星期五 也就是说,从11月17日开始 我们就可以享受到黑色星期五带来的折扣 而周末将是折扣消费最激烈的时刻 在欧洲,黑色星期五销售最热门的 往往是电子产品,服装,鞋子,配饰 家用电器,个人美容产品 我们往往可以享受到26%至50%的折扣优惠 当然如果您懂得抓准商家闪购的促销活动 那么很有可能会抢到一折的好货 由于黑色星期五本的先到先得的原则 如果您有了在线购物心意的产品 那么请一定要掐准11月23日午夜零点的闹钟 以免被抢占先机 在意大利很多大城市的商场 也会因为黑色星期五的到来 而退迟营业时间 甚至营业到午夜零点 如果街友们周五上班来不及的 不用担心 咱们可以下班后再去商场逛逛哦 字幕志愿者 上histoire 看一下 感谢观看